中秋节到了,不过许多的弱势家庭其实没有多余的能力过节 台中邮局呢,就真正了一千多盒有喜憨而制作的月饼 要给台中弱势家庭的学童 有学童拿到月饼之后,他第一个念头就是 哇,这盒月饼好珍贵哦 我要赶紧带回家和我的妈妈一起分享 而同样在家里也有国中生 他因为母亲重病,帮忙出来叫卖文带 希望能够让妈妈安心过节 而他这么样的孝顺感动了不少人 要来帮他一起交门 拿着一盒盒的月饼 这些小学生的脸上都露出灿烂的笑容 原因是他们都是弱势家庭的学童 过中秋节也许根本没有能力能够吃到完整的月饼 台中邮局就发起活动 购买由喜憨而制作的月饼送给这些学童 让他们能够好好的过节 回去要分给谁吃 妈 家里的 很多学童兴奋地说 这是今年的第一次 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拿到月饼 会好好分享给家人 台东市共17所国小1000多名弱势学童 能够收到完整的月饼 一次活动能够帮助两个弱势的团体 而这名国中的旅同学 却是因为妈妈在家户病房 怕家里筹不出医药费 帮着爸爸一起叫卖文旦 不过生意并不理想 嘉义县议员黄英俊就一起 希望能够帮他们渡过难关 哈喽 大家一起来买钥匙 由于大太阳底下叫卖不到10分钟 就全身湿透 议员也能够体会做生意的辛苦 也因此帮他们向相关单位推荐 订下了300项文旦 记者综合报道